我们对拜登总统宣誓就职表示祝贺 我注意到我一直在看CNN 我注意到这个美国媒体啊 都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新的一天 今天上午我看到拜登总统就职晚会 有烟花绽放 人群欢呼的时候呢 我也很有感慨 的确过去一段时间呢 特别的不容易 我想经过那些非常困难和不平凡的时光之后呢 我们都值得拥有一个 中美两国人民都值得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也希望呢 拜登总统在国家治理当中呢 能够取得成功 我注意到拜登总统在就职演说当中 多次强调团结这一个词 我想这也恰恰是当前中美关系所需要的 因为过去四年来正如大家看到的 美国的少数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 撒了太多的谎 煽动了太多的仇恨和分裂 那么中国和美国人民都深受其害 中美两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很多有识知识 都期待着中美关系能够早日重回正轨 为携手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紧迫的挑战 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美两国呢 由于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不同 存在一些分歧 这很正常 但是我们注意到拜登总统呢 在就职演说中说 民主是应该允许不同 而且分歧不应该导致分裂 我想这也应该体现在国际关系当中 不同社会制度 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国家 应当可以也完全能够和谐共存 对话合作 共同为实现这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呢 来做出努力 拜登总统还提到美国有太多需要治愈 太多需要恢复 我想对于中美关系也是如此 过去几年中特朗普政府特别是蓬佩奥 在中美关系当中埋了太多的雷 需要排除 烧了太多的桥 需要重建 毁了太多的路 需要修复 我想中美双方的都需要拿出勇气 展现智慧 彼此倾听 正视和相互尊重 我想这是中美两个大国应有的担当 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只要下定决心 一切都有可能 我相信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美关系中的善良的天使 能够战胜邪恶的力量